那個習慣喔 會在這邊加一個空白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喔 再別注意 記得就是兩個 空字兩個雙以號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把 沒有東西 放到裡面 那意思就是清楚了 所以你這個地方的話 做完之後 接下來呢 你可以執行它 全部清楚了 OK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他就幫你把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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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先 他會先進到這個回圈 先抓到2 2的意思是第2列 進到這邊的話呢 第2欄 先把這個刪掉 NAS 下一欄 第3欄 第2列第3欄 清掉 一時的一推到第10欄 那再來他這個跑完之後 他就NAS 到這裡的話 他就會變成3了 就變第3列 然後第3列的第2欄 第3欄 又通通一次了 對不對 再來 再來 這樣就全部清掉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那其實這個回圈的主要用途就是說你給他一個範圍他就幫你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通通都解決掉了 OK 好 這個時候呢當然清楚的沒問題 可是呢 如果你要把它做出一個99乘法表的話 就是 問題的開始 不過呢 你可以直接把上面寫好的 複製貼上 修改一下 改成什麼 99乘法表 99乘法表 假設我今天 那 因為我剛剛清楚的範圍都一樣 差別只是把這個 這個東西 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公式 那個公式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 類似這個公式 好這個公式 那只是說 我必須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一個有意義的敘述 讓他可以完成我要做的這件事情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這樣做了 可以把這個空字串 這上面複製 拿下來對不對 然後做什麼事呢 後面給他一個公式 什麼公式 把這個先刪除掉 我今天需要什麼 需要的是 這一欄的這個位置 這一欄的這個位置的話呢 那其實你可以用那個 追來代替 因為這個追的數字會變動 你可以用追 追他預設值是從2開始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把它 減掉1 減1 減掉1之後的話 他就從1開始 那這個指的是藍 就是類似這個位置 然後怎麼樣呢 串接一個乘號 所以串接一個乘號 串接一個乘號 然後呢 後面的話就列號 列的話是用 i來代替 所以這邊的話 i 初始值是2 所以記得把它減掉1 減掉1之後的話呢 他就從1開始 所以 1乘上 1 等於 等於還要給他end 那記得就是 end 串接方法前後要加什麼 加那個空白 差別在跟 剛剛不同的地方在 在那個前後加空白 end什麼呢 很簡單 把這個 一樣把這兩個 相乘的結果 放到後面 所以兩個相乘的結果 z 減1 記得把它刮乎起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刮乎的話 他會先 先做乘的動作 乘上什麼呢 乘上 刮乎 i 減 d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動態的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一個一個的輸出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一個一個儲存格輸出 但這個時候 這個公式寫完了 大概這樣 應該可以理解吧 好 那我們按F8 F8好了 主行來看 什麼叫主行 如果你按F8的話呢 他這個地方給 偵挫 主行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直接按上面這個執行 他一跑就結束了 那有時候你細節看不到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按F8 讓他慢慢跑 等到你跑到差不多之後 你再按執行 那這個時候呢 他會 第2列的第2欄 輸出什麼呢 輸出底下的公式 輸出 有沒有看到 輸出了 因為都減1嘛 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J這個時候變成3